今天要聊 登海在線這個神奇的現象之前 麻煩一下喔 如果你的訂閱不見了 點擊瘋狼大頭貼 把訂閱按成一訂閱 還不錯 很感動 今天的訴求點 有沒有被媒體抓到鳳 我們等一下看就知道 你知道瘋島是不客氣的 好的地方我們會講 然後有被抓到的地方 我還是會講 這always都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希望大家一起進步 一起進化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先來一個 剛剛的畫面 登海 為什麼我們從登海開始來延續這個畫面 因為登海這件事情是人數不夠多 你就叫做燈泡人 啊人數夠多那才叫海嘛 所以今天再看到這個登海在線 其實也是怎麼樣 蠻感慨的啦 因為真的很久沒看的 上一場還有看到 可能是2022韓國瑜浮選的時候 但那不是他的場子 也不是他主要為支持他而來的 在其他的政治人物要 輕而易舉重現這樣的畫面 實在不是很簡單 那這個畫面 我們看下去真的心肝是怎樣 蠻感恩的啦 蠻感心的啦 就是這種感覺啦 因為我也是在螢幕前面嘛 那登海的部分呢 我兩邊都這樣看一下 啊人數是多少呢 我們一樣講講人數吧 據台上的主辦單位講 因為今天來了一個特別嘉賓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特別嘉賓 這個特別嘉賓很特別啊 這個特別嘉賓叫做 XXXX四隻貓啊 四X貓啊 四X貓到現場的時候我是 我一看到他登到台上的時候啊 我手機就拿出來 直接轉到他的頻道上面去啊 然後你就看到這個主辦方 秦茂就跟他說 現場的椅子是1000啊 現場本來申報是多少人 300人是不是 後來人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多嘛 然後就請這個四X貓 他自己在台上見證 然後我覺得今天有一個點啊 不過等一下我們從媒體來看這件事 我先下一個引言就好了 就是有一個點他在四X貓這一塊 有被媒體給琢磨出來哦 這也是大家可以持續修正的點哦 這是我們要跟大家去分享的 好不好 大家要一起進步啊 等一下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整體的人數是多少 最終在主辦單位的宣布下是 破5000人 看過去是真的是滿滿滿的人啊 這個是沒有錯的哦 這個人數是真的很滿很滿 好了我們稍微看了一下 這一個登海的畫面 幫大家回顧一下 韓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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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來我們的演習 來 韓國瑜的主題集 逛 韓國瑜逛 韓國瑜 只有炮聲 事業回答 只有火花 到處飛揚 叫我見桌地 收我刀向 英勇的弟兄們 天津在漆黑的夜夜上 我們眼光失眠 我們二十八萬五神五星 五神五星 轉向敵人的心臟 轉向敵人的心臟 只能拿心好一香 炸炸 只能拿心好一亮 炸炸 我們就展開三天公頃 戴一場紅火 列列的伸長 熟悉的夜襲 就是怎麼講 真的你很久沒有看到這樣的一個力量的訴求集結 因為大家都感覺有可能沒人 你的很大直覺是真的很有可能都沒有人 結果人是怎麼樣 自發性的走出來 青茂跟四叉貓在台上互動的時候 那一邊的人 因為對於這一邊的人不太熟 他說這個人是誰 這主持是誰 什麼叫做四叉人 因為他講了一句話 韓國瑜的支持者叫韓家人 四叉貓的支持者叫做四叉人 然後底下的人 他們的人也在熱烈討論 就是一樣一起在笑 我覺得這整體而言 看起來這算是一件好事 就是這一種交流的方式 而且我覺得四叉貓應該沒多久 又可以回到綠色的政論台去 來我們要進來這一個比較 嚴苛的點了 好不好 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三明治 先跟大家講一個算好消息 就是PTT沒有爆文 沒有爆出來這一種任何的 持續滾出千堆雪的不理性的聲音 跟4月16號一樣 就是PTT是沒有任何的強化的點的 這我得要去講 沒有爆文 他本身就是一個好消息 因為PTT影響了很多的中間選民 這是第一個 我們來數千韓粉 岡山造勢挺韓 遇國民黨將其列入總統民調 這個就是韓粉陳清茂在岡山舉行造勢活動 要求國民黨中央 將前高雄市長韓國瑜納入內參民調 主辦單位估現場5000人 場面盛大 但韓國瑜人在國外不會出席 講的第一段三例講的算中肯 那這個活動下午5點在高雄干山舉行 除了挺韓的藝人熊海玲 高雄市民政局長曹環榮也現身 但是韓國瑜人在國外不會出席 現場主持人高韓人數達5000 網路直播破萬 這是沒有錯啦 甚至有十多灘灘商到場販售飲食 國瑜夜市在線場面盛大 爭取國民黨提名高雄二選區的立委 曹環榮上台演說說 民進黨執政房價物價居高不下兩岸快要戰爭 國會能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高雄要有國民黨立委 客觀報導 三明治一篇客觀報導 這樣就OK 我就以一個正常來講 這種叫客觀論述 但是你看喔 三明治就很聰明嘛 他不會把這個所謂的場面浩大的圖片 把它放進去 有沒有 有看出這個貓膩的 幫我按個加1 跟4月16號一樣 他都已經寫了喔 場面盛大喔 可是他是沒有把這個照片放進去 就是說我認可你的客觀事實 但我不要幫你POMO 做媒體本來就應該這樣嘛 怎麼可能長他很志氣 就算我知道我也不要 他不會像我們這樣子嘛 就是說我們關心這件事情的人 我們可能就會把照片 這樣給他放出來 哇這照片有可能會在他上面那裡嗎 幾幾呼啊 416沒看到啊 那22呢 也是沒看到啦 這一點我還是得要講 不過沒關係 整體而言 像這種訴求都是怎麼樣 成功的 啊這都是我們在現場裡面 所捕捉到的畫面 一定要淡化 雖然人真的是很多 就是必須得承認韓國語的支持者 他依然在的事實 就像今天 一個XXX四隻貓 他也說了嘛 他在岡山遇到兩個老奶奶 嘿嘿嘿 我聽到在那邊笑你知道嗎 他說這會場要怎麼去 然後這一個 4XX貓還跟他說 這會場要怎麼走 啊陳其貓不是跟他講嗎 你不要強調老奶奶啦 不過其實現場有沒有年輕人 我們去現場的好朋友 有幫瘋島也在補錯一點點畫面 就像這一個 他是站在這一個路邊的 這樣拍過去的 就在關心這場活動了 然後也有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就像這裡 有年輕人在旁邊看嗎 有啊 有在旁邊關心嗎 有啊 只是說這個關心的本質 就不會是這整場活動的主要重點 反正這些東西都是額外的縮影 再來 民視 那我現在又要重新輸入標籤了 聊天室說 剛看的4X貓直播 底下留言酸爆 對啊 那個還是酸 不過他直播人數 當時候線上大概200多位 好朋友吧 那就是他的溫層 那就是什麼 測溫層 不過沒關係 我覺得多加交流 只有這一個 這一個不是活動中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預告活動的 有沒有 4月22號 今天的中午的時間點 這是預告活動 郭台銘跟韓國瑜 這兩個地方 他只是做一個預告 而且就這樣短短的一行字而已 422要在新竹開祥的郭台銘 然後啟動下鄉之旅 昨天有講到 韓粉同天在高雄集結 呼籲黨中央民調納入韓國瑜 所以你看嘛 黨中央民調納入韓國瑜 這是一個怎麼樣 合理的訴求 因為這個合理的訴求是什麼 我就說大頭上了人家的直播 你上青茂直播 你主動講的 那個副秘書長 副秘書長是在國民黨內 是有位置的 而且不是什麼中常委 那副秘書長 你講出來了 國民黨中央又打臉 那你當然會怎麼樣 你當然會轉回來 民視看完 再看一下自由 自由就來了 就是要那個男人 挺韓國瑜 選總統 韓粉要求國民黨列出選 好 先看第一篇 警方估計現場 1000張椅子全部坐滿 主辦單位宣稱有5000人到場 畫面 他們有放這個畫面出來 所以這一篇還算什麼 有呈現出這個畫面 然後你看 看到沒有 4X貓遭韓粉嗆聲 這一塊就有看到了 有點可以被擊打了 第一個這一篇是合理的報導 他沒有講什麼 韓國瑜在 泰國曼谷沒有出席造勢 然後4X貓說 我鋼鐵韓粉 他都會來 然後結果勒 遭到穿國旗 女裝 女韓迷怒刺 你來亂的 走開我們不歡迎你 所以才會出現這一張照片 所以才要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在看這些東西 叫知己知彼 如果你看到這些人物 你要知道的事情是 因為他的這個直播棒 他正在直播 所以如果你掀起了這個樣子的意識形態 那結論就是會帶來的媒體效應跟自媒體效應 所以這種東西就要怎麼樣 陳青帽不是就出來說了嗎 我要用一種什麼 理性的 我應該把它稱為叫做 理性感動的激情 要用這種方式來處理 就會處理的 比較好 比較婉轉一點 好不好 這就是其中的一塊 接下來再看下一篇 這篇比較多 現身挺寒被嗆 4X貓我鋼鐵韓粉 有沒有 被嗆就被人家做一篇了 整體活動做一篇 被嗆又做一篇 沒有這邊我們在亂找 沒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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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知道算是就是 前半段的部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旁邊的這個聲音 就會被人家拿來怎麼樣 拿來放大 就是我說的比較粗暴的地方 不過沒有抱上這個PTT 所以大家對4X貓也是冷冷的 只是在告訴大家 這又是一個可以學習的點 這樣各位可以知道說 媒體的琢磨點 如果你沒有衝突 你是要如何爆發呢 其實我們剛剛看民視 民視這一場 有派SNG車去 我聽我們的這一個 這個風流的好朋友說 他說SNG車是有趣 可是我去看他們的這一個場子 是沒有播的 所以有去沒有播 表示什麼 沒有他們要的畫面 沒有他們要的衝突 沒有他們要的激情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然為什麼你有趣 你卻沒有播呢 那 現在我們就看完了三明治了 字的部分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4X貓帶自拍棒跟iPhone 紀錄搖起吶喊 遭到穿國旗裝女子目次 你來亂的走開 我們不歡迎你 那他後來不是就怎麼樣 就被請到了這個台上去了 那後來請來台上去的時候 就怎麼樣 主持人跟他互動互動之後 後來他走下台的時候 就一片祥和 就是大家又共同 又學習起來 又一片祥和 這樣就好了 這就是我們說 活動沒有對錯 上一場我也講了 活動是沒有對錯的 你如果活動 你講對錯 那都不用學了 民進黨活動就一定對嗎 我不是跟你們講過 他以前用愛發電的時候 那種擁抱的那種姿勢 被人家拿出來笑 用愛發電 他們也是一直在修正 最後才可以虐國民黨 19號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 活動我們是要來看說 他們的 知筆點是在哪裡 你這個知筆的點 你知道之後 大家就會共同 往另外一個方向來去成長 你就可以發現 這樣子的力量 這是很強大的 聊天室說 沒抓到缺點 綠美當然吵不起來 沒有這都是要學習過程 因為人數這麼的多 你沒有合成 你會崩掉 其實整體 有沒有 那時候直播 你說這個主辦單位 我看他線上最高人數到6000多人 我們唐風報加 我們的記者阿中 江湖台 兩台這樣加起來 也6000多人 光是我們這樣子 三台拉起來 就1萬多人了 其他還有 中天也有去 也有在播 然後還有一些自媒體 他也有在播 所以其實拉拉起來 那幾個萬人 那是事實 線上關心的人是很多的 所以我們繼續往下面看 就是他會希望韓國瑜 當然要出來 不然他每一場都會到 這是一個結論 韓粉怒嗆 四叉貓 這被人家放大 有沒有 給大家一個學習的過程跟機會 那我覺得這一場活動的模型 整體而言 算是可以的 就是沒有發出這個預期的PTT的報紋 因為我說PTT 只是瘋島的指標 那你這一個報紋沒有出來的話 那相對而言 不扣分 韓國瑜的支持者不扣分 那就有機會成為新一代的韓粉2.0 韓家軍2.0 什麼叫韓家軍2.0 因為以前就會被人家拿起來 有一些支持者 他最後是怎麼樣 被人家直接檢舉 然後上了什麼法院 然後被人家罰錢 然後還被人家秀新聞 很開心的說 我就是拿著檢舉韓國瑜支持者的錢 拿去旅遊的 他們就是用這種方式來醜化 所以他們一直在這一個 整體的活動細節裡面 媒體最喜歡的就是這一些東西 很嗜血 我們得要說真的很嗜血 而且也很愛看 又嗜血又愛看的情況底下 那這一些支持者 他的力道就會變人家拿來打 你一打下去之後 受傷的一定是主帥 名嘴 側翼 梗圖 受傷的一定是主帥 任何的活動 都是要不斷的在精進修正 這裡可以越來越進步 你們相挺的人才可以怎麼樣 越來越有力量 有人說這個活動的意義是什麼 我覺得最近還是有不少人在吵這件事 少數啦 不要說不少人 就是少數還是在問我 還有人私訊封倒 這場活動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我說 不就是因為有人去上了親貿直播 那個人又是國民黨裡面的要腳 副秘書長大頭 自己說把韓國瑜納入初選的民調 你納入了民調 結果呢 黨中央的人又出來說你沒有納入 韓國瑜的故事翻過去了 可是支持者意難平 這個意義是誰發起的 國民黨中央的人出來發起的 所以這件事情 他才會聚成一股力量 線上再加上這個在地 這樣子的力量整個才會凝結起來 不然他們聚在那裡 為誰而來為何而來 所以他呈現出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就問嘛 假設最後徵召的人是侯友宜 難道不需要這樣的力量嗎 侯友宜他如果說他最後被人家徵召 他也是全台要去怎麼樣 全台要想辦法去跑 要想辦法跑他的支持者 所以全台都要有很多場子 難道去到那個場子的時候 底下的熱情是冰冷冷的嗎 不是嘛 你還是需要這樣的力量 所以其實這整個態勢出來之後 你看這場活動主訴求 是希望把他納為初選 那你納為初選 你就有機會怎麼樣 你就有機會來看到一個 公平公正公開的結果 他們希望訴求的是這樣 輸了的話 那沒關係 韓先生怎麼打 他們就怎麼打 這樣不是很好嗎 我看起來是這樣 整體而言 今天的活動 我要肯定一個點 就是他說 不要再喊非喊不投 會被做文章 我這裡是講很久了 我今天在活動的現場講 我覺得 的確真的在輿論的主流裡面 你們要喊 我不反對 但我會跟你們說的事情是 這段時間 在徵召前的這段時間 也許還可以這樣子 但徵召之後 如果還這樣子喊的時候 絕對被做文章 絕對會變成是另外一個 被人家炒作的要點 這肯定是知道的 那這個東西是 Mr.Han 韓先生他所要的嗎 當然不是 所以你們現在喊 無所謂 但是未來勒 未來就不知道 等徵召結束之後 我說過 侯友宜被徵召機率極高 很有可能 他新加坡回來之後 國民黨中央接連的活動 大家配合起來 然後就會以侯友宜為主角 來扛他 我有看到 黨中央好像有開始 有一些活動 什麼縣市首長的大集結 八縣市首長集結 那就是要拱侯友宜的感覺 那最終會是誰 現在台面上也開始 侯友宜的徵召的這種態勢越來越明顯 最終的結果會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尚未可知 但國民黨應不應該去注視這一股 韓國瑜支持者的力量 今天只是高雄場 那萬一他未來又辦個台北場 又辦個桃園場 又辦個台中場的話 支持者每一場都一樣多 甚至越來越多 那很可怕 韓國瑜的支持者是這樣 他有一個暖身的步驟 而且現在是韓國瑜在泰國 就像當時候他輔選一樣 第一場輔選是徐彩珍 然後從而就引爆全台灣 部分的自媒體集結之後 到後面韓國瑜就直接就燒起來 就是為了追隨他的人 然後就從而是怎麼樣 把所有的韓國瑜的輔選的那一些 政治人物的聲量推到一個制高點 這是Mr.Han的魅力 當時候也是記錄給大家去看 他的強勢點在這個地方 侯友宜 我跟你講我還是那句話 侯友宜非戰之最 如果最終徵招的人選擇的是侯友宜的話 我認為大家還是 期待黨中央會給你們一個好一點點的過程 你看像心肺大戰 心肺大戰今天誰贏了 你們知道嗎 昨天你們才在問 許巧心 許巧心不管是民調跟黨內的投票都贏 他黨內投票贏一票 民調佔七成 黨內佔三成 兩邊都贏 所以最後許巧心贏 心肺大戰的重點不在於心肺大戰 大戰重點在心肺復甦 你不要贏了初選輸了大選 所以第一時間馬上去看費用泰的態度 結果費用泰馬上就恭喜許巧心 這樣就好了 起碼就有一種態勢的緩和下來 我對這兩個人真的不熟悉 我昨天也跟你們講 他就把這個過程怎麼樣順過來了 看了心情就好 我們說過我們外界的人 就是不需要他搞得太雜 而且說一個實在話 世代交替 有人都說國民黨不會世代交替 不可能 怎麼可能 一定是費洪泰 一定是費洪泰 結果最後許巧心還是出現了 然後費洪泰展現風度 這樣彼此是怎麼樣 過程很激烈 對不對 哇 那個過程讓我們感覺上要拿鐵刀 太噴了 過程幾乎 那個雙方的支持者快要槓起來了 那結果很平順 這樣不是很好嗎 出來結果之後 君子之爭 對不對 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外界要看的就是 本來要落井下石 我今天如果費洪泰說 我堅持提告許巧心 因為他意圖使人不當選 假設是這個樣子 那你就看看綠媒會怎麼樣 你就再看看PTT會怎麼樣 馬上標題就可以下了 雙方又槓起來了 外界的人 都巴不得你們撕裂 你知道嗎 初選結束了 然後你看許巧心 接受了祝賀之後 馬上開始把火力對準了 這個許淑華 火力直接就轉了 調轉碼頭 真的是很有意思 猴猴先生很難包裝 很難獲得大部分男贏朋友的支持 公投拼到半死 自身事外做事 除我黨犯大錯 其實威問看到一個重點 很粗暴的重點 好啊要看這麼粗暴是不是 那我們就來看 PTT PTT今天沒有燒韓國瑜 就這件事我說是好事 但燒的是侯友宜 侯友宜我說他徵召機率很大 那你也不是只有韓國瑜的支持者 要去注意這些中間選民 你以為侯友宜的支持者 不用去注意這些中間選民 都不用進步是不是 怎麼可能 對瘋島而言 你是國民黨 你就是要進步 來 你們接下來會看到 侯友宜 如果定於一尊之後 中間選民對他會有多粗暴的畫面 如果你是猴粉的人 你們可能還是要看一下 這外界 你們才有辦法選擇進步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是因為侯友宜 真的要定於一尊的可能性 太大太大了 所以不可以不去在乎這些聲音 如果你不去在乎這些聲音的話 你會被人家搞到死掉 這是當時候 Mr.Han在選舉的時候 就這塊聲音 任其自然發展 所以你最終你想要再救 要挽救的時候 你就已經再見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去看這些東西 本質上就是這樣 來 侯友宜出訪新加坡 行程沒有特別公開 外界也關心 這是否侯友宜 參選2024的起手式 在今天4月22號 侯友宜結束參訪行程 接受媒體記者聯訪的時候被問 如果明天被國民黨徵召 會不會回答 Yes I do 侯友宜堅定表示 這都是我該做的事 我跟你講這個問法 是很有陷阱跟技巧的 侯友宜的這一句接法 就真的很可怕了 就是這樣的接法 侯友宜是很穩很耐打的 可是你看他拿了一句話 來去讓侯友宜回答 新北侯友宜近日在新加坡 展開圍棋四天三夜交流 21日侯友宜被問到 國民黨提名越早越好 侯友宜就表示 他相信黨在做有所規劃 都有計畫 他給予尊重 那他直言 我這輩子守護中華民國 讓人民安心安全 不斷往前走 這是我這輩子直至 我永遠不會忘記 任何面臨國家需要我 我都一定勇敢挺身而出 所以22日是侯友宜 在新加坡最後一天的行程 一早接受媒體聯訪的時候 他的回答 更明確堅定表態 面對所有挑戰 我毫無懼怕 只要為國家 為人民創造更多安心安定 讓台灣能夠永續繁榮發展 這都是我該做的事情 底下也幫他註解 韓總講的簡單明瞭 猴猴講啥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底下 深綠猴粉 猴猴不言 猴猴做事 根本就走韓國語的路 粉身碎骨沒人才了 功德賴穩 你看根本走韓國語的路 跟粉身碎骨 就是接這一句 Yes I do 那這一句Yes I do 是誰問的勒 你自己看 這是三立的新聞 這是我們剛剛看的三立 連結就是在PTT上方 我們就直接先點連結進來看一下 他到底是怎麼跑的 對啊你看在這裡 鬆口了 被 真招 會說Yes I do 猴猴猴 這是我該做的事 4月22號早上的10點 對嘛 沒錯嘛 就在三立裡面 他只是沒有歸在類別裡面而已 所以直接看 沒人才 讚 非猴不投 沒猴交友 快笑翻 真是噁心透頂 齁齁齁齁穿龍跑 笑死堅持完4天才回來 果凍最後找柯P合作 這畫面不敢想像 故意弄湊成這樣 阿倫才能出場 笑死新北市民送大家咯 不用謝 越來越期待猴猴和老K 像2019一樣被DPP玩 跟寒島一樣的戲碼不膩嗎 挺猴五虎將 新北被放生可憐 什麼時候要罷免新北市長 我投一票 也可以期待新北DPP議員 每個搶著秀翻天 翻譯翻譯 請用八人大叫 忙著想當總統不務正業 台北的33肇事哪33 笑死 為什麼 很多政客4年連任都換了一個人 罷免團體熱身 誰不知道他想選 跟寒島一樣 台灣好 新北才會好 對吧 噁心政客 猴猴要繞跑 集市感 新北屯房天堂 照照禁止 國民黨沒救了 沒有33肇事 有3如肇事 準備政黨輪替的 Yes I shoot 這是什麼東西 一手好牌 玩到這樣蠻屌的 笑死又是這個爛套路 寒島前居之見 還不懂嗎 歷史總是如此相似 有夠假的 這個還選不上 不知道國民黨的未來在哪裡 這個是挺猴的 猴猴出事情 韓國瑜2.0果然重計 低配版韓國瑜 你看 所以PTT對於Mr.Han 只要講到關鍵字 Yes I do 有沒有 連結 Mr.Han的能量很強大 但大家要學習怎麼樣 當一個Mr.Han的什麼 的支持 有力的支持者 因為當大家降低了 這一個媒體的成色的時候 就可以更大的程度 去推進攻擊的力道 怎麼會覺得 寒島套路有用 真的天才 記者提問 滿滿陷阱 中 跟我的看法一樣 寒島2.0 不惜粉身碎骨 熟悉的KMT最對位 來他們在爭什麼 新北 但你啦 先辭市長 不辭 不要想選贏 好好出事情 藍綠都沒票 侯友宜 假設他今天真的要徵招 他今天真的要選 就只有一件事情要做 就是你要辭掉新北市長 你辭新北市長 再來去被徵招 或者你被徵招 同時辭掉新北市長 你才不會有這麼多 外界的聲音 來直接拉到最下面 哇 你看這麼多 這都是針對侯友宜的 所以我說這是暴吻 猶鬼雞尻 無法接受落寶市場 喔喔喔 新北韓國語 哈哈廢物市長 侯等於不好笑的寒島 s i do 郭董和柯再喬一下吧 正負選環 下次交換 國民黨狗改不了吃屎 不然為了擺脫藍綠垃圾 只能選柯了 要變韓國語了 2020大敗劇本 再拿出來演一次 智障KMT 又來了專業舉球黨無言 不演了不演了 王的BBQ了 這樣搞下去 不就跟韓總一樣下場嗎 非韓不投啊 有歐嗎 各位有歐嗎 真的有歐嗎 那要侯家軍的人 在笑韓國語 結果你自己看 這底下的人 這個黑法 黑韓產業鏈 快要變成黑猴產業鏈了 黑猴黑猴 這就是我們在跟大家講的 就如果你是侯家軍的 玻璃心先不要碎掉 有解方的 就是一定要辭職 如果你不辭職 你這一些東西要下套 所有的媒體 接下來要讀你一句話 很簡單的嘛 你現在讀你的這句話 就是告訴你 是否會答應說 yes i do 對不對 接下來要讀你就是說 那你 為什麼你不辭掉新北 當記者問你說 你現在已經被徵召了 你也答應徵召了 那你為什麼不辭職新北了 然後難道你要講說 我這輩子守護中華民國 讓人民安心安全 不斷往前走 這是我這輩子直至 我永遠不會忘 任何面臨國家需要我 我都一定會勇敢挺身而出 難道你要是這樣子嗎 你這樣子的回應 你會被記者 跟PTT的人 直接酸到爆炸 我都已經可以想 這是一篇報文 他後面 是怎麼樣去推演的 肯定的啦 最好的做法 詞選不選得上 這不在封島的關係 我了解 我了解我們的風流朋友講的點 我很清楚 要選上還有很大的距離 但是你不辭你一定完蛋 你如果要選 那你非辭不可 因為你今天的這個回答 這回答是侯友宜自己回答 是記者所問的 Yes I do 然後侯友宜堅定表示 這都是我該做的事 已經在PTT發酵了 這就是我說的 我是支持 假設你真的要徵招的人 因為現在定你的機會很大 你一定要辭職的那一位 我是支持的 如果你不的話 一定會扛得住嗎 我只有這句話 你扛得住嗎 狂風暴雨 你扛得住嗎 這一些標籤你扛得住嗎 這是我懷疑跟質疑的點 尤其侯友宜的流量 目前為止 是相對於冷淡的政治人物 我今天要講一下郭台銘 今天的韓國瑜的場子 加一加線上人數大概兩三萬 但是直播人數兩三萬 對比於這個 台視在直播新竹場 郭台銘這一場 他們線上人數有四千多人 四千出頭 也是很多 可是你看侯友宜 侯友宜真的要幫自己加溫一下 侯家軍的人很多 所以侯友宜在出訪的時候 我給大家一個建議 就是侯家軍的人 應該要拿起手機來 要他關心一下 要他聲援一下 這就是我們說的 Mr.Han韓國瑜支持者 我也講了很多 我希望大家一起進步 有沒有一起進步 大家看到有沒有 有嘛 你就會覺得說 不僅有行動力 現在又慢慢的 全體又在提升 這是很難能可貴的 侯家軍也是 你們今天你們的主帥 可以用出征出來 那你們要成為他的馬虎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泰式要出來 所以他如果多長的時候 你們要頂上去 你們沒有頂上去 冷冷冰冰 冷冷冰冰 那個是要如何去感動 更多的選民 所以侯粉侯家軍 真的好不好 要頂上去 讓他告訴社會大眾 這個泰式要給他做出來 郭台銘今天的第一場活動 就不用說了 現場人不多 但線上人數可以 給予一個肯定一下 在這裡 這個是我們講的 Good timing 郭台銘 現場 那一樣是三張椅子 就跟那一個 之前美麗島電子報 在2022年選舉的時候 他們不是有線下辦活動 一模一樣 在辦活動前 不是都會丟Google表單給大家寫嗎 這一場一開始也丟Google表單 我就想說奇怪 怎麼會跟美麗島那麼像呢 後來一看到什麼 一看到這一顆 來賓裡面有朱學恆 我就知道說 原來是他 那你看他前面不是有兩個板子嗎 你有沒有看到這兩個板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現場的畫面 留意一下郭爸爸的眼神 來 準備好 我有一系列的演講 今天第一場 就是說 戰爭引合平的第一場是 台灣 各位有看到嗎 不要變成 亞洲的彈藥 藥鋪 要變成 亞洲的科技島 這可以是我們的 另外一個選擇 上個禮拜4月14號 我訪問日本 日本的這個 政黨的領袖 先不要酸人 各位 你們先不要酸人 讀稿 是封島建議的 而他這個東西 是他自己寫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很開心說 這是他的進步 我認為他在讀 我看那個眼神 我沒在現場 我認為他 但是我當時是直接說什麼 我支持他在政治這條路上面 是要有稿子的 要提詞的 這是封島當時講 因為他一開始出來 當時沒有稿子的時候 被媒體電的多慘 所以我是給予他肯定跟進步的 就是說 他當時候在看這一個稿子的過程當中 這一個論述的過程中 其實聊天室的人 對他這一段是肯定的 這就是一個進步 因為政治比的是明星 你要想辦法穩定明星 你看 當時2019年我不是說 蔡英文被人家攻擊最慘的 就是讀稿機這三個字嗎 可是 這個是你們關他的點 卻是他的優點 為什麼 因為這整個任何的發言 都是由他身邊的幕僚跟智庫 把關而成的 所以就是等待對手犯錯 自己不犯錯 這種做法 但是後來民眾提問的環節 這個郭台銘就要再加油了 這個幕僚團隊 可能預先要擬題目要擬的多一點 幕僚團隊如果沒擬多一點 可以請他留意聊天室 對於他個人的 對於現場的這個環節裡面 就說 可能要再進化要再進步 如果沒有再進步的話 這可能還是比較薄弱的地方 有時候這個題詞 他不是一件壞事 而是你要看這一個人的人格特質而定 他原先的一些錯誤 有沒有在做修正 就是我在看的 他現在有在修正了 啊既然有在修正就是什麼 就是值得鼓勵啊 聊天室說 封島轉向挺郭 那你先拉到這個 我們的影片的一開始 好不好 先從前面看到後面 那你會先從說 欸封島你又挺韓哦 然後你現在又會說 封島轉向挺郭哦 那等一下 我要講猴的時候 你又說 封島轉向挺猴哦 接下來我要講一下 柯文哲的時候 封島轉向挺柯哦 對 我好辛苦啊 等一下聊天室又講 你挺猴啊 對 真的好辛苦 好啦 都可以啦 那前提是 郭爸爸要聽到啦 侯爸爸也要聽到啦 韓爸爸也要聽到啦 柯爸爸也要聽到啦 你兒子在這裡啦 有4000多個人 一起在這邊啦 聚在這裡 哈哈 今天看直播 岡山人很多啊 唱到紅花語 就想到封島的 雨傘海 感動啊 欸真的 那是真的 那個是為了呈現那股精神 郭台銘好不好 我有看到他在進步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 我不能講他好不好啊 因為我跟他不熟悉 你知道嗎 封島真的跟他不熟悉 所以我怎麼會知道咧 侯友宜好不好 我也不能跟你們說啊 我只能說出 我客觀看的他一些人格特質 但是我也跟他不熟悉 我不能幫他背書啊 背書叫做做寶嘛 寶這個字怎麼寫 我講過嘛 保險的寶這個字 不是一個人字旁在一個呆嗎 所以你幫人家做寶 你就 你就是做傲人嘛 做呆人嘛 我們不可能嘛 除非我們很熟嘛 什麼叫做熟 你的政策躍於台面之上 然後咧 欸 讓我感受到那一股創造性的價值 我就會首肯嘛 那這是要過程了 就很像我首肯亞中老師 這是一整個過程是 哇他寫那麼多書 結果他講出來咧 真的是什麼 一套完整的體系跟理論 雖然被人家貼標籤很嚴重 但是他自始自終不放棄 這是我要給他肯定的地方啊 好不好 我是真的感動的 所以我不知道 我只能夠告訴你們的事情是 很有可能未來徵召就是侯友宜 國民黨外面放的消息 跟說話的方式 我就覺得 欸這個侯友宜是什麼 機幾乎已經快要變 鐵板上的事實了 但有沒有可能 還有別人進來咧 那就要看後續 後續這幾天嘛 因為已經4月22了嘛 剩下也沒幾天就要5月了嘛 那你5月的話 有可能就直接徵召啦 那屆時就什麼活動都是多的啊 徵召侯友宜 郭台銘會支持嗎 按照媒體的說法 郭台銘說 當侯友宜的初選民調勝過他 而國民黨選擇徵召侯友宜的時候 他會支持侯友宜 他就講到這裡 那如果侯友宜的民調輸他 國民黨又徵召侯友宜 郭台銘會支持嗎 沒有講 不代表會也不代表不會 就是不知道而已 副手是誰哦 現在外界在討論柯智恩嘛 投柯配的柯是柯智恩的柯 柯智恩好不好 柯智恩其實我們也有過多的琢磨一下 他現在不是要去訪美嗎 這個時間點不是也是要去訪美嗎 這個狀態來看 之前也有討論到李桂敏 只是李桂敏有跟媒體回應說 我從來沒有被人家徵詢過 所以這不準 柯老師來我們這一台也好幾次了 我們說過有那個情分在 人在情在 一輩子瘋倒已經算是一個邊緣人了 然後有人來 然後大家可以怎麼樣 有一份情分上面的互相了解 然後互相支持 我覺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也許你們又一個位置 內心裡面又有衝突 但是不必要 把他往這一種意識形態的方面去打 我認為是一種 把自己的溫層削掉 因為你也要知道柯老師是什麼 他也是一個性情中人 他也有他的溫層存在 無論他有沒有位置 不要覺得說 他好像不是符合你的人選 你就想要去削他去踢他 這很辛苦的 這樣國民黨就不用選了 多幫你支持的力量交朋友 啊如何做到 我們也已經從陰間論壇上名字 今天也告訴你了 今天的這個報導 裡面也是有那一種需要修正的點 我也是要講 有被抓出來有被放大的點 就是需要去修正的點 那大家都去修正 對不對 大家都成為那個進步的加一 精神有道 同溫層有鞏固 還可以同溫層加厚 然後傳達出去的力量又是什麼 理性激情 感動激情 那可以啊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一天一點點一天一點點 進步是需要時間的 進起來了 就會變成今天的這個活動 的這樣子的一個樣貌 是很多人可以去參考 參考不代表你認同 無所謂 因為各方各派有很多的認同 不代表認同 但你參考說 哦原來媒體在這樣子的氛圍之下 是也許SNG車會到 但是他不會去播 因為找不到他們要的點 那就成功了 就這樣